模特儿一字排开 青春亮丽十分抢眼 不过今年主办单位 寄出史上最严格的服装规定 要求模特儿上身必须全覆盖 连肚脐都不能漏 不仅模特儿穿着保守 有些游戏业者更强调 他们的模特儿拥有高学历 这些收购也有一些上外毕业的 学法语的背景 也有一些复旦毕业的 还有从英国留学回来的 因为我们从来不以什么暴露取胜 我们对收购的要求 更多的是情商 智商 和他就是说清秀和讨人喜欢的外貌 有些模特儿因此转型做导购 为消费者介绍产品 很多人过来的目的 在收购老师场 可能是有些是玩家 他们过来玩游戏看这种设备 一年一度的上海电玩展 是业者推销新产品的最好机会 今年700多家业者 带来3500多款的游戏作品 在上海10个展馆展出 尽管模特儿穿着保守 现场人气依然很旺 大陆的游戏市场 在今年上半年 销售收入突破600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21.9% 市场高速成长 记者戴综综合报道